臉 這張有在做回臉嗎 有 有一點 好 平常他在家裡面 跟你的互動是怎麼樣的 好 他會跟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 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他就會在桌上 對 他在旁邊 然後就是一直看我們 我們走到那裡就陪到那裡 所以他其實跟你們是 那個關係是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對 那當然我覺得 就像你們的這個羊毛沾是一樣的 今天這個羊毛沾也是要黏是不是 應該說不需要 它不需要任何的針線 也不需要黏著劑 它靠的就是那個工具 真的嗎 可是我你看看 我會覺得說這些東西不需要黏 我覺得說這個怎麼不用黏呢 這個感覺上是每一個都是很紮實的 事實上不需要用黏的東西 反而是要用什麼道具呢 用你手邊有一組 這邊也有一個 像這樣 像針一般的專用工具 其實可是它不是家用的縫紋針 是 它是帶有刻痕的 聽說這個針啊 常常也把小猴刺的咧 流血 流血喔 對啊 做這一個唯一的風險 應該可能會 就是 就有時候會刺傷 對對對 很容易 精神不好的時候 精神不好的時候 我手上也有一個 那當然這個每個針喔 這個它的作用也都不太一樣 對 這個還真的要跟老師學習之後呢 你才會知道它的一個這個用途 那其實呢 這每一針每一針喔 不管是勾出來的嗎 是刺進去的 刺進去的 對 它是壓縮的狀態 用刺的喔 對 用刺的然後一針一次的把它刺出了每一個作品 那我剛才有講到喔 其實因為你們後來會發展出很多的寵物主人 帶著他們家的狗狗照片 是透過照片就可以來做完成嗎 透過照片然後呢 你們就要把它的一個形象完全的模擬出來 我們先來看一張照片好不好 有一張照片這個是一個 什麼狗啊 這個狗看一下照片 算是米克斯阿福 米克斯阿福 對 它有點像狼狗耶 我剛剛有點像小狼狗喔 但事實上不是它 因為它是米克斯 因為它很害羞 所以主人生 它提供它生前的圖片是很少 它已經往生了 嗯 已經往生了 可是做出來是這樣耶 對 好像喔 我們有在跟主人再三的溝通 真的 就是製作之前也是 然後如果它照片提供的不完整的話 也會一直要去知道它的特色 對 我們再把剛才這個本尊 你看剛才我們字都差點要上錯 你知道那個本尊都出來了 在那個羊毛沾那邊 這個是本尊 觀眾朋友看一下 來本尊我們再來看羊毛沾的 幾乎你看本尊都捨不得拿走 為什麼 因為真的就像本尊 其實 所以你們幾乎是要模擬非常 真實的一個樣子 嗯 對不對 好 除了其實我們今天看到了這個 剛才阿福的那個照片之外 我們再來看看今天現場的一支 這個聽說是1比1的比例去做出來的 對 這支要不要介紹一下 這是最近的一個最新的創作 我還沒有送出去 嗯 因為其實這是一家人 他們決定要共同製作的一項 一項寵物復刻 其實他們這隻狗狗已經離開他們很多年了 這隻狗狗也還生過小孩 小孩還在送給別人 但是他們一直對牠念念不忘 對 當初也有說請牠們製作比較像這樣 一般的製作制作 小支一點的 對… 但是他們全家人溝通覺得 是因為希望牠放在客廳 或甚至牠的存在感 好像牠們家的守護神一樣 對…所以我們協調之後 希望可以做1比1的原樣 你看看 栩栩如生啊 那個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讓大家覺得很震驚的 那當然我現在手上也有這種小支的 你們那時候有跟牠們溝通 做小吃到好嗎 要做到那麼大吃要做什麼 因為最主要是價錢的關係 價錢 還有時間上 對… 這樣子的東西要做1個月左右 是… 那小吃的其實也有很多人在做對不對 對…基本的尺寸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其實已經是完成了對不對 對… 這個是要不要介紹一下牠的主人 這個是狗狗現在都還在的 在 來講一下這隻狗狗的主人好不好 牠叫咪咪寶寶 牠叫咪…一個是咪咪一個寶寶 這個主人牠好像很喜歡去訂做牠們家狗 所有的周邊商品 因為我有看到牠還有去訂做小型的 什麼鑰匙圈還是其他的東西 牠來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牠們家兩隻狗 就是跟雙胞胎一樣很可愛 對…好可愛喔 對… 對… 然後我們在做牠們的時候 覺得都好像認識這兩隻狗一樣 因為會看牠們的部落格 是… 然後會去了解牠們的樣子 對… 其實很多人會認為那個狗長得都一樣 是… 可是在我們眼中看起來 其實每一隻都不一樣 當你去細心觀察的時候 奇怪… 主人就認得牠們家那一隻 對… 那不是我家阿桃 怎樣就不是啦 就怎樣也不會報錯就對了 對… 其實這個… 你跟這個寵物之間的那個互動 其實外面也都看到牠們很一樣 可是主人就有辦法認出來 牠就知道哪一隻是我們家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看牠這個連後面的這個尾巴 其實這個毛 聽說這個算是很高難度的對不對 對… 因為牠是要做捲的 捲的… 捲毛… 所以牠跟一般的這種直條性的毛髮 這種又不太一樣的製作方法 它變成每一根毛 你要幻想牠剃光的時候的樣子 是… 先像這樣… 旁邊有一個… 這個是半成品 然後… 上面的毛是一根一根種上去 喔… 對… 所以你看到喔 你還要先讓牠整個形狀是出來了 對… 然後呢… 這個毛髮再一根一根慢慢的把它刺進去 對… 哇… 所以這個效果還真的要花很多的時間 對不對… 當然其實呢 有很多就是復刻版的 剛才我們說 其實主人拿我們家的 什麼樣的照片帶過來 我們就要照著這個比例做 對… 有沒有失敗的經驗 或者說在這一兩三年當中 其實在從事這樣的一個工作裡頭 覺得有沒有一些挫敗感 來這個店長說說話 沒有…我們之前都會事先溝通啦 是… 因為其實畢竟我們做… 有時候用一張照片就要做一隻狗 對… 我會這樣溝通說 如果你沒有補到的角度 我拿什麼的 一樣的狗狗的品種 幫你補齊 是 所以之前溝通很重要 溝通好的話其實就還好 還好 對…不用比較擔心 不然會做… 其實永遠不可能做到牠的狗的 對… 因為那個味道 那個實性對不對 是 就是這樣 因為寵物主人最知道 牠們家寵物的個性 對… 牠的特徵 牠的眼神 對… 或是牠跟牠互動的狀況 尤其如果這隻狗已經往生 或當小天使 那主人的心情其實是會… 我們體諒得到 就是我們知道牠很難受 牠是… 像有一些客人還直接就是… 牠直接寫信來跟我們說 牠希望可以… 就是一解相思之苦 就是希望你的動物… 就看到牠的時候 就覺得牠還在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你看看你們功德無量 你知道嗎 好 我們先進彈廣告 然後待會兒我們還要來分享 現場其實還有很多是這種Q版的 甚至於還有一些比較不同 與寵物的一些造型的作品 我們一一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進彈廣告 寵物俱樂部 今天讓大家大開眼見 好 歡迎大家持續鎖定 我們今天寵物俱樂部 今天真的讓大家好好的看一看 其實過去可能大家並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誤以為說 牠可能是不織布的一個創作 今天我們真正的認識的 這個所謂的羊毛毯 其實聽說牠在這個顏色的混合上面 其實牠是可以混搭的對不對 對…